俄國持續對烏克蘭猛攻 烏克蘭總統傑林斯基 更指責國際對俄國的制裁強度不夠 而歐盟 美國 英國及加拿大等國 二十五號陸續宣布 凍結俄國總統普廷本人 及俄國外交部長 及軍方高層海外的資產 而聯合國要求俄國停止入侵行動的決議 二十五號在俄國的反對下遭到否決 歐美等國際社會日前宣布 第一波針對俄國入侵 烏克蘭所寄出的制裁措施後 歐盟二十五號率先制定 第二波的制裁措施 直接鎖定俄國總統普廷本人 將凍結普廷在海外的資產 同時包括俄國外長拉夫洛夫 致使出兵烏克蘭的俄國國會議員 與多名軍方高層 都列入制裁名單 歐盟也強調配合俄國入侵的白俄羅斯官員也都將遭到制裁 在歐盟之後 包括英國加拿大跟美國 於二十六號的澳洲都宣布跟進 白宮發言人二十五號強調 拜登目前不會與普廷進行交涉 至於美方將如何進一步協助烏克蘭 美方答案也非常籠統 至於在聯合國安理會方面 聯合國秘書長強調 現在是他任期內最痛心的時刻 呼籲俄國立即停止戰爭 二十五號由美國提出要求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 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 習國投下贊成票 但中國 印度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棄權 以及具有否決權的俄國 投下反對票後遭到否決 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 最終要求與會代表 在入侵中死亡的烏克蘭軍民抹哀 不過這項決議將在聯合國大會上 由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共同表決 預料將會通過 各位新聞 居然請編譯